美金黨籍副總統參選人蕭美琴講著一口流利英文 這是他在台的國際記者會 沒想到演講片段被有心人拿來利用 自稱他連中文都不會說 還有自稱在中國的用戶用全英文發文 質疑蕭美琴 提到一位出身日本有一半白人血統的美國人 但這個人連中文都說不好 儘管可以確信英文是母語 還說蕭清德跟蕭美琴在華盛頓紀念碑前的合照 把票投給我們是美國戰爭的代理人 選戰進入白熱化假訊息開始滿天飛 更有研究機構指出 台灣是中國官方虛假信息戰的重要目標 網路上充施不少短影片用虛假故事把蕭美琴打造成回台 是為了做好美國代理工作 但不只如此 對手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也自爆被監聽 選舉期間不管虛假謠言還是監聽資料外洩應該都要先釐清是真是假 畢竟為了打贏選戰大打空戰或是中國借選早就已經見怪不怪 華爾新聞綜合報導